打开心房领受爱 跟随爱你的牧者吧 朋友平安 让我们陪你读圣经 一天一张生命发光 今天来读萨迦利亚书第十一章 这一章 萨迦利亚先知 依照上帝的吩咐去牧养百姓 并以恩子和良善待他们 遗憾的是 百姓们却无法接受先知牧养的爱 最后甚至用极低的价码 羞辱了先知 让这位好牧人感到心灰意冷 让我们一起来读萨迦利亚书第十一章 萨迦利亚书第十一章 黎巴嫩啊 开开你的门 任火烧灭你的香薄树 松树啊 应当哀嚎 因为香薄树倾倒 加美的树毁坏 巴山的橡树啊 应当哀嚎 因为茂盛的树林已经倒了 听啊 有牧人哀嚎的声音 因他们荣华的草场毁坏了 有少壮狮子咆哮的声音 音约但河旁的丛林荒废了 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 你撒加利亚 要牧养这江宰的群羊 买他们的宰了他们 以自己为无罪 卖他们的说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因我成为富足 牧养他们的并不连续他们 耶和华说 我不再连续这地的居民 必将这名交给个人的灵舍 和他们王的手中 他们必毁灭这地 我也不就这名脱离他们的手 于是我牧养这江宰的群羊 就是群中最困苦的羊 我拿着两根杖 一根我称为荣美 一根我称为连锁 这样我牧养了群羊 一月之内 我除灭三个牧人 因为我的心厌烦他们 他们的心也增险我 我就说 我不牧养你们 要死的由他死 要丧亡的由他丧亡 余胜的由他们彼此相识 我折断那称为荣美的杖 表明我废弃与万民所立的约 当日就废弃了 这样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 就知道所说的是耶和华的话 我对他们说 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公价 不然就罢了 于是他们给了三十块钱 作为我的公价 耶和华吩咐我说 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 丢给姚户 我便将这三十块钱 在耶和华的店中丢给姚户了 我又折断称为连锁的那根杖 表明我废弃犹大 与以色列弟兄的情谊 耶和华又吩咐我说 你在取愚昧牧人所用的器具 因我要在这地兴起一个牧人 他不看顾丧亡的 不寻找分散的 不医治受伤的 也不牧养强壮的 却要吃肥羊的肉 撕裂他的蹄子 无用的牧人丢弃羊群有祸了 刀臂临到他的膀臂和右眼上 他的膀臂必全然枯干 他的右眼也必昏暗失明 神借着萨加利亚先知 让我们在经文中 同时看见了好牧人 与坏牧人的差异 而百姓们凑带了好牧人的行为 也很提醒我们 如果拒绝了好牧人的带领 那对我们的生命 将是非常大的损失哦 亲爱的朋友 无论是爱与被爱都不容易 但让我们彼此鼓励 练习把心放软 享受更多的爱与关怀吧 相信愿意被爱 也是一种谦卑在神面前的表现哦 我们亲爱的告 亲爱的主耶稣 求你赐给我谦卑柔软的心 使我能慢慢敞开自己 接纳更多的爱与关怀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我们祝福你更多认识神的爱 生命越来越柔软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